在东南亚老挝摩丁经济特区生活的第391天 现在是老挝时间12点 室外气温26度 今天早上 早上4点左右睡的 睡了七八个小时 一觉醒来 一泡尿别醒 刚刚去刷了个牙洗了个脸 接下来把昨天晚上没发完的视频继续发布一下 今天咱们的VIP一号他要回国了 我让他把有质量问题的那个智能手表 带回国 然后帮我去退货一下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退回来 能在国外怎么说 网购买东西买到那么不好的退货都很麻烦 刚好有网友要回国才能带回去寄一下 如果没有 基本上都吃牙蛙亏 比方说 前面买的那两双鞋子 尺码买小了 还想着让他一起带回去退一下 后面想想算了 鞋子体积比较大 带着也麻烦 而且也不贵 勉强留下了 但是那个手表300多 又完全不能用了 只能退了 11号发消息过来 说他准备回国了 接下来赶紧前往我新店铺那里 把那个智能手表交给他 我到店铺这边了 他也到达了 等他帮我带回国 这个小助理一来就躺下了 戴个帽子 这只是我助理目前生气中 因为他有点熟的1号 空调一开门一关 窗帘一拉 就这个小空间风扇一吹 泡着茶吃着零食 时不时的来几根蚊香 生活 现在是老二时间三点半 接下来跟其中一位网友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我们两个人到了这个重庆红辣椒 饭店这边来了 点了两个菜 等他上菜 130多啊 兄弟们就这鞋子国内50块钱一大把 上来了一个菜 先开吃了兄弟们 打包了一些吃的回来喂狗 我们一过人又坐到了这个店里面来 你出去空调喝喝茶 吃吃点心 应该去超市买了三代这个航空杯 二十七块钱 一袋九块 九块一袋 然后有三十六只 相当于四只一块钱 现在躺在店里面休息休息 现在才老二时间五点 还有一两个小时才出去关街 店里面待了一下午 现在是老二时间六点四十分 接下来赶紧去找个地方吃一点 七点开始关街了兄弟们 我们等着晚餐上来了 接下来开吃了兄弟们 在店里面集合上了 接下来等剩下的一两位过来 一起出发了 接下来我们五六七八个人 开始正式关街了兄弟们 接下来先逛这个上坡 逛完上坡再逛下坡 逛完下坡逛主街 逛完主街逛铁皮房 我们逛到了这个啥 上坡第一家 今天晚上我们从上坡往下逛 倒过来逛 逛完了 接下来前往小苹果休闲会所 我们五六七个人 又逛到这个月老公斤这边来了 上坡平全是美腿 个个都是我喜欢的 好喜欢 铁井部分我们算是逛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前往铁皮房 我们正式逛到了铁皮房这边来了 接下来前往那个苗族店一趟 现在我们一对人 逛到了铁皮房的第一条巷子这边来了 小竹童今天又穿着睡衣出门 整天美金打差的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看身高比 差的挺多的 接下来深入第二条巷子去探索一番 小竹童过来了 结果我们九点半才过来 我还急着赶着回家 把狗狗放回家里面去 不过讲真的今天晚上阿章穿的好像还可以 哇塞挺漂亮的 接下来拉着这只狗 把它送到家里面去 再出来准备跟大家前往酒吧了 兄弟们 过了三五分钟 我又再次的回到店里了 这个小助理们这个一号的打视频烧得很 其实挺好的一个女孩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他的手操作 十五分 接下来我们一群人 还有后面的这几个 前往酒吧了兄弟们 小苹果家的这个确实是性感 兄弟们 这也太好了 我好喜欢 现在我们到达酒吧了兄弟们 接下来正式入场 现在我们到酒吧这边了 点了两打酒 两个红草 两个瓜 一个冰桶 目前场上的人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白色产它已经没有了 兄弟们 几个卡座也不太合适 后来把包存一下就正式开喝了 兄弟们 目前看到这个存包情况你就知道了 来的中国人好像变少了 只有一个橱柜被使用 现在我们喝的差不多出来了 今天晚上阿赞也不知道咋回事 给两个地区一人五万小费 用自己花五十块钱去上大瓶 我们拼了命的等十二点就跑过去了 等到了一点终于是把他的几张照片放到了大瓶上面去了 虽然说他们好几个想要走 但我都挖留了一下 因为阿赞一天也就挣五六十块钱 难得自己花五十块钱上一次大瓶 我怎么舍得给他浪费 现在我们几个人到了夜市 摊位这边来了 点了一些烧烤 好 现在秋葵赶上来 现在我回到了家里 刚刚吃夜宵的时候 本来是为狗狗准备了一碗那个啥 磁盛的骨头什么的 结果临走的时候忘记带了 洗吧 今天一号他回国了 然后那个小助理好像有点不开心 给那个啥 全程经常上dj台上面跳啊蹦 还给那两个dj一人五万劳币的小费 又花了五十块上大瓶 老欧人是不是一不开心就乱花钱 我要讲的另外一个是什么 如果说在酒吧里面玩 绝大部分的老欧妹的气氛 会比越南妹要好一些 但是越南妹会比较贴心 服务态度比较好 简单来说就是老欧妹负责来事 越南妹负责玩事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自从那个小店铺开了之后 这些天基本上没有了遛狗环节了 兄弟们 只要一出门前往店铺那边 虽然都是把狗狗算在店铺门口呢 成了一只看门狗 直接就没有了遛狗环节 对于忙的人来说 花时间遛狗都是一种奢侈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兄弟们